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百宝箱环节 今天呢要给大家安利呢 安利什么呢 我先来吧 我今天呢想给就是女孩子们安利 这个东西吧 哈哈哈哈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带了一个很不一样的 这是斑点的吧 我今天带了一个斑点吧 对对对 因为我的就是 我的行李箱里这次带了 应该有七八个 有白的 有绿的 然后有浅绿的 然后有粉的 有紫的 有棕色的 然后还有这个斑马颜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 哦八个 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八个 然后第九个呢 是一个那种水钻型的 就不说了 就这个东西它为什么那么好用 就是因为因为有的时候 我的刘海特别烦的时候 比如我洗完澡的时候 我就会给它整一个 把所有头发都晾上去 然后日常呢 在就是比如说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来不及弄头发了 但是呢 因为我这个人嘛 就是这个头顶很容易显低 然后我得把这个头顶给撑上去 我就带一个这个 打到高颅顶 就是这样 就不用去垫 垫这上面的头发 直接带上去 它直接就高起来了 所以我就是安利女生 就是这个东西 就很方便日常 有被种草到 好 好很爱 因为我也是 所以你戴帽子 我以前也是 都是戴帽子来改变的 那后来发现帽子太烦了 到我啊 我的话呢 就是因为现在手上没有东西 就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给大家推荐 美妆方面的 比如说垫睫毛器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用的 因为妆容的重点 经常有人问我 睫毛是怎么夹的 除了就是说 要咱们就是 那个睫毛膏要多涂一点以外 一堆字形网上刷 但是烫完了之后它容易掉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睫毛膏是有一定重量的 再加上我们的睫毛 本来是直着生长的 你要把它烫卷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下电睫毛器 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 然后穿着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推荐 大家用一下针织开衫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现在已经有就是针织的 比如这种小袖套 还有蕊子的这种 就是这边有一个细的 对 就是我的箱子里 戴的最多就是针织开衫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夏天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但是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 从薄的到厚的 从短的到长的 针织开衫 都是很好的搭配单品 对 我给大家推荐小手工吧 就是串珠 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最近无聊就喜欢穿这些珠子 穿成手链啊 戒指啊什么的 这个也是 这是钟老师送的 有我们的名字在上面 人手一个 下一位 我的话就是 框架眼镜 对对对 我每次就是不想化妆 或者是 比如说想嫌脸小 就可以准备那个黑色的框架眼镜 就是没有镜片的 特别嫌脸小 然后显得你的整个 就是脸呢就特别有精神 或者是你化妆很特别的 素颜神奇 有空给我试试 我现在来超级多 可以可以去掏一掏 我的话就给大家推荐卫衣 卫衣真的是有些时候 然后基本上除了夏天 都能穿得到 然后就是比较喜欢穿那种 oversize的 就是其实这种时候呢 你看天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穿着长裤 也可以逃个卫衣 然后天热的时候呢 穿着短裤 然后逃个卫衣 穿搭神器 很舒服 主要是穿着比较舒服